剛才我們做了幾個文章, 儲存了指揮, 開啟 開啟機的話, 先把指揮開啟機的指揮 等它開啟, 等十多秒後, 模擬器就出來了 我們看看之前裝的flash是否合作 我們去youtube 隨便看一段影片 看到模擬器的顏色也有點古怪 不過不要緊, 試玩成則就沒問題 其實flash player 都可以順利運作 我們複合一下剛才裝的droid font 是否真的看到中文, 回到維基百科 中文真的看到了 而且字形也是黑體字形 也是Android的字形 但香港特有的字應該看不到 你看到的desktop什麼都沒有 我們可以按一按這個齒輪 再加一些東西上去 再按一按那條bar, 就可以拔一些rss的widget 又拔一些bookmark 這是你的browser的bookmark 然後再拔多一個 例如我又拔推特 拔多少個都可以 你看到有四個desktop可以選擇 可以不要的那些, 如果你嫌多的話 又可以加一些shortcut 例如我有一些日程的 我可以加一個日曆 例如我經常都上網 如果想一按就可以上到 webbrowser 我可以加一個web 然後另一個desktop也可以這樣做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例如我又加另一個bookmark YouTube 你可以看到我可以隨意移動 那些bookmark、shortcut、widget 我一按燈就固定了 第三版、第四版也可以自定的介面 你看到現在rss是沒有post的 因為我們未訂閱任何rss的頻道 所以我們不如做一個 我們找個譬如engadget 我們在address 打回engadget的rss的網址 按開啟動 按開啟動 就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你可看到訂閱的時候 也要再花些時間 很奇怪 這個rss的程式 我發現不支援中文 反而N810或N880的MyMode 4.1 即Diablo版本的RSS支援中文 希望Lokia可以改善問題 否則看不到中文的RSS也蠻可憐 到Application Manager 安裝APP 有些更實用的APP可以安裝 例如這個 這個可以選擇 Lokia可以選擇一些鏡頭 方便你把目前的畫面 選擇 安裝下一個APP 叫做 OM Weather 這個APP很實用 就是顯示自己定義的位置天氣的狀況 例如今天和未來幾天的天氣 可以選擇幾個地方 讓你設定 我可以在桌面上看到有一個NANA 我按它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不同的國家和城市 例如我選擇香港 我選擇國家是選擇中國 然後在城市 選擇香港 然後按下香港 按下香港 然後按下香港 可以選擇 還有三個地方可以選擇 我選擇 我不選擇 我看到有香港的天氣 已經下降了 還有上面 可以看到 安裝了下降機 可以選擇 按下鐘 或者拍攝 大家可以選擇 現在是關機 先從下降機 我們拿去 bukan backup 列明它有型 去把門 driving 的靈體 按下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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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M810的介面是如何 之前也做了一些M810的script 我們可以選擇 Copy & Paste 到 Terminal 上 按Enter 就可以開啟MIMO 4.1的介面 這個 SDK 同一時間寫一些程式 可以選擇MIMO 4.1和MIMO 5 這兩個平台使用 如果大家有興趣寫這些程式 也可以下載SCK 我關機也是使用N98的 command 也是這樣關機 下次再介紹一些有趣的東西 拜拜 你們不看到M810的速度 如果 下載SCK Dialog性 Ст 下載SKK 感谢观看